深的S07正式亮相了 新车最大的亮点 当然是华为大法的加持了 那新车搭载了华为乾坤自驾 ADS-AC纯视觉的方案 配备了三个毫米波雷达 十个高感值摄像头 和十二个超深波雷达 这是高速和城市快速路NCA 可以自动上下扎道 主动变道 主动避让 智能过弯和红绿灯停走等等 跑得远的同时 还能让你开得轻松 再加上配置上的不留余力 像什么内饰三块大屏 后排隐私玻璃 815芯片 附驾零重力座椅等等 都给你安排上了 这以后跑长度多舒服 而且在博车方面 S07还能实现可见即可博 不管是标准车位 还是特殊车位 都能很快识别博车 我们公司之前 也有辆智杰S7和问杰M7 智驾表现确实是相当厉害 基本上开这两台车 我都不会自己停车 自动博车就行了 新车还有些有意思的改变 比如无框车门 飓风轮毂设计 前排双零重力座椅 车内副驾顶部新增了交互屏等等等等 实际上深了S07 就是深了S7的改款车型 外观内饰动力 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 主要就是搭载了华为的制驾系统 整体的产品力进一步增强了 现在就看新车定价多少了 预计定价多少 你会买呢 欢迎留言讨论